特斯拉股价因中国市场利好消息4月29日大涨超15%,市值一夜大涨8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44亿元。 官方通报称,特斯拉国产Model 3、Model Y符合汽车数据安全四项合规要求,成为唯一一家通过的外资车企。 马斯克访华期间,与中国冒促会会长任洪斌会见,并受到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接见,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积极展望。 特斯拉官方微博表示,将继续在中国深耕,在人工智能、电动车、储能等领域与行业共同发展。 特斯拉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市场,其上海超级工厂的建立曾拯救了特斯拉,并推动了中国电动车市场的发展。 随着特斯拉在华进一步深化合作,特斯拉和上海的故事还将继续。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 从网易财经智库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出品的高端财经访谈节目《中国经济新动能》中, 我们得以一窥北大教授扎道炯对中国经济的外部挑战与应对思考的深刻见解。 扎道炯教授指出,尽管与中国脱钩,去风险的舆论频率有所下降, 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 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中对全球经济互动的基本逻辑越来越受到质疑。 面对这样的情况,扎道炯教授认为, 中国需要认真考虑几个问题,经贸往来是否能换得和平, 如何把握产品链和生产链的跨国关联度, 如何应对日用消费品生产技术水平的扁平化, 以及如何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中的人的因素。 在应对新的国际环境挑战方面,扎道炯教授建议中国努力, 维持国家全局性的产业生态和活力, 发挥产品集成能力强的优势。 同时,他也提出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 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因素是用户群和便利度。 此外,扎道炯教授还探讨了如何理解和运筹国际多边国际组织, 以及如何理解和重塑中美关系和处理中欧关系。 在科技领域,特斯拉与百度地图的合作成为了另一个焦点。 据第一财经记者独家透露, 特斯拉将使用百度提供的高级辅助驾驶地图用于中国版FSD, 这一合作被描述为独家深度定制。 这一消息一度使得港股百度股价大涨, 显示出市场对于中美科技合作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中国空间站的故事也吸引了众多目光。 在网易发布的微纪录片《中国空间站》与神十七成组在一起的日子中, 我们看到了中国空间站及其航天员们在太空中的生活和工作。 航天员们不仅完成了科研任务, 还进行了太空种植、健身等活动, 展现了人类探索太空的勇气和智慧。 从经济、科技到太空探索, 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外部挑战和机遇。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展现出了应对复杂环境的智慧和策略, 不断探索和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无论是在国际经济合作、科技创新, 还是在太空探索的广阔舞台上, 中国都在为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 在这个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代, 新能源汽车的浪潮正已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车市。 而中国,作为这场革命的重要参与者, 正在通过新媒体的力量, 将这场变革的每一个细节传递给每一个角落。 就在2024年北京国际车展上, 我们见证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繁荣景象。 据中心经委报道, 本次车展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17个首发车型和41个概念车型, 其中新能源车型高达278个, 涵盖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 张宏,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在参观完这场盛会后分享了他的感受。 他指出, 无论是首次参展的智杰S7和小米SU7, 还是比亚迪、玉小李等品牌的星座, 都展现了新能源汽车的无限魅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 传统车企如一汽的红旗、吉利、奇瑞等, 也都在积极推出电动车和混动车新品, 显示出汽车产业不可逆转的电动化趋势。 与此同时,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成为了本届北京车展的一大亮点。 据网易报道, 数以千计的网红通过直播的方式, 将车展的精彩瞬间实时传递给全球观众。 这种亲切、直观的传播方式, 无疑加深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了解和兴趣。 在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同时, 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进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据中国商报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等私部门联合部署了一系列支持措施, 包括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 加快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等。 此外, 汽车以旧换新、家电产品、 以旧换新等政策也将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而在这个工业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 上海工业博物馆的建设,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顾和展望中国工业发展的绝佳平台。 据澎湃新闻报道, 上海工业博物馆近日迎来了首批藏品, 其中包括了许多中国第一台的工业产品, 如1882年的亚自排白赤灯、 1955年的永久排自行车等。 这些藏品不仅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辉煌历程, 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通过上述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还是工业制造的创新, 中国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热情拥抱变革, 走向世界。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 更是让这场变革的每一个细节都能被全球观众所看见, 所感受。 这不仅是技术进步的胜利, 更是中国制造力量的展示。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 毛自系列股票一度成为投资者追捧的对象, 而海天卫业作为酱油毛的代表, 其股价的巨幅波动引发了广泛关注。 从2019年年初的30元左右涨至2021年的126.2元, 海天卫业的市值一度超越中国式化, 成为资本市场的明星。 然而, 好景不长, 随着白马股泡沫的破裂, 海天卫业的股价开始了持续的下跌, 至2024年4月, 股价已经跌至39.57元, 股市值缩水约4800亿, 酱油毛的光环不在。 究其原因, 海天卫业的业绩增长放缓是主要因素。 2021年后, 海天卫业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速明显下降, 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和餐饮市场萧条的双重影响, 公司的盈利能力受到了严重挑战。 尽管海天卫业试图通过多元化转型来寻找新的增长点, 但截至目前, 这些努力尚未能够显著改善其业绩表现, 未来的路仍然漫长。 与此同时, 中国的航天事业在稳步推进。 2024年4月30日, 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标志着中国航天员汤洪波、 唐圣杰、江星陵完成了他们在中国空间站的任务, 开始了返回地球的旅程。 这一事件再次展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和中国航天员的英雄形象, 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赞扬。 在企业界, 接班人问题也是一个热门话题。 天奇理业, 作为A股理业巨头, 近日宣布创始人蒋卫平辞职, 其女蒋安琪正式接班。 蒋安琪, 一位85后的年轻女性, 拥有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历, 近十年的理行业从业经验被寄予厚望。 然而, 天奇理业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2024年一季度, 公司亏损近39亿元, 受到理产品市场波动的影响, 理产品销售价格大幅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 蒋安琪如何带领天奇理业走出困境, 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在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 无论是海天卫业的转型探索, 还是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分离, 亦或是天奇理业接班人的换代, 都反映出中国在不同领域正在经历的变革和挑战。 它们既是时代发展的缩影, 也是中国在追求进步和创新道路上不断前行的见证。 面对未来, 这些企业和行业如何应对挑战, 寻找新的增长点, 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一个如此多彩多姿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赛道上奋力前行, 有的人在零售业的浪潮中寻找新的机遇, 有的人在娱乐圈里不断探索和学习, 而有的人则在文字的海洋中寻找自己的声音。 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领域, 但都体现了人们对于梦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不懈探索。 来自网易的报道揭示了国美集团创始人 黄光玉的零售业新动作《夜访勒尔勒》, 中国最大的应折扣超市连锁企业。 这一行动被业界解读为黄光玉对超市业态的再次压注, 特别是瞄准了当前超市赛道中最火的应折扣超市模式。 在这次访问中, 黄光玉不仅深入了解了勒尔勒的运营模式, 还与勒尔勒的创始人陈正国及高管团队进行了深入交流。 国美计划在三年内开设一万家国美超市, 显示出黄光玉对零售业态的雄心壮志。 勒尔勒作为一个销售规模超400亿的零售巨头, 其商品权、价格优、流通快的经营理念 无疑为黄光玉提供了新的思路。 另一方面,网易还报道了乐华娱乐创始人CEO杜华 在2024第16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上的精彩演讲。 杜华分享了他对于持续学习、个人品牌构建、 与年轻人沟通和选择赛道的重要性的深刻见解。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娱乐行业这样一个看似 与商业模式无关的领域, 持续的学习和适时的赛道选择同样至关重要。 杜华的经历也提醒着所有创业者和企业家, 不熟悉的赛道不要盲目进入,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这是避免资源浪费和确保成功的重要前提。 而在另一个领域, 一位巴勒斯坦作家在狱中获得了阿拉伯小说国际奖IPAF, 这是阿拉伯世界最富盛名的文学奖项之一。 这位41岁的小说家因面具《天空的颜色》艺术获奖, 该小说深刻描绘了居住在以色列占领的 约旦和西安拉姆安拉那民营的考古学家努尔的故事。 在狱中,他完成了圣城大学政治学的学业, 并创作了几本诗集。 他的故事是对于文学和创作精神不屈不挠的最佳证明, 也是对于生活中种种不公和苦难的深刻反思。 这三个故事虽然背景各异, 但都展现了人们在各自领域中的奋斗和探索。 无论是在零售业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还是在娱乐圈内不断学习和进步, 亦或是在文字的世界里寻找自我表达的途径, 这些故事都鼓励我们不断前行,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全球经济和科技风云变换的大背景下,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的《中国行》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 作为电动车领域的领军人物, 马斯克此次访华不仅是对特斯拉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布局, 更是对中美经贸合作的一次积极探索。 据网易报道, 马斯克此行虽然短暂, 但意义重大, 尤其是在特斯拉与中国市场的互动中, 展现了双方深化合作, 共同发展的强烈意愿。 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堪称一段励志故事。 自2017年宣布, 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以来, 特斯拉凭借其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创新技术和产品, 迅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 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一面旗帜。 这不仅为特斯拉打开了庞大的中国市场, 也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正如马斯克所言,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成功, 得益于中国团队的勤劳智慧, 也得益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开放的政策环境。 特斯拉的成功案例, 无疑为中美两国企业提供了深入合作, 共同发展的范例。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 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 其经贸合作的深化, 不仅能够推动双方经济的共同繁荣, 更能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强调的, 各国应该为实现共赢, 多应凝聚最大共识, 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 此次马斯克访华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是关于特斯拉智能驾驶技术在中国的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 自动驾驶已成为全球汽车行业的热点。 特斯拉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和实践, 尤其是其完全自动驾驶, FSD技术备受业界关注。 据报道, 特斯拉希望能够推动FSD技术在中国的落地应用, 这不仅能够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增添新的竞争力, 也为中国的智能汽车和智慧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和经验节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 中美两国企业的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 特斯拉的中国之行, 不仅是对其在中国市场战略的进一步深化, 更是中美经贸合作不断探索和进步的一个缩影。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通过深化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 中美两国企业完全有能力书写出更多合作共赢的成功故事, 为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